高速公路上两部mini cooper竞速狂飙 内侧蓝色mini完全不顾后方来车 大胆几乎是要横切一般冲向最外侧车道 两部mini瞬间撞成一团 其中一部转了一圈正面重重摔落 另一部旋转撞倒 扎到出口告示牌后直接侧翻 时间到回几分钟前 两部mini就停靠在路间 似乎是发生行车纠纷 没想到接下来确实发生夸张 竞速追撞 两部都是蓝色的mini cooper 板金重奥零件喷飞停在隧道口 一旁路围也被撞烂 这起意外发生在24号下午2点多 国道3号北上29公里处 其中横切冲撞的68年次攀行驾驶 手部骨折 遭撞的汪姓驾驶轻伤 但车上还载着太太和小孩 分别造成骨折以及脑震荡 到底怎么会这么夸张 在国道大喇喇上演尬恰情节 我要下架有道 可是我忘了打方向针 就是那时候他把我撞上路间 你如果觉得我没有打方向针 怎么我可以跟你道歉 你可以这样 你没有必要这样子 这样把我逼 逼撞撞起来吧 然后他不理我 他油门踩了 就是继续继续继续开 我为了要把他燃下来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情况 在追逐过程中 从内侧 直接往外侧撞击另外一部车辆 来导致个事故的发生 这个事故 目前初步看来 有涉嫌危险驾驶的行为 虽然事先被对方逼车裁尿祸 但国道上横跨三个车道 高速冲撞 还是涉及危险驾驶 只是再看一次惊险一瞬间 完命关头国道上演 真的有够夸张 记者洪行与何慧荣台北报导 感谢